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八重绳子角色攻略 随着版本的更新,八重绳子也进入了卡池 那么本期带来八重的攻略视频,祝所有的玩家好运连连 如果此视频对你有帮助,就给个宝贵的赞支持一下吧,谢谢 让我们开始了解绳子的技能与天赋 首先是普攻,绳子的普攻只有三段,但是没有什么特殊效果 然后就是重击,重击向前方造成了元素范围伤害 元素战绩,召唤一个杀生鹰,最多召唤三个杀生鹰 绳子初次召唤的杀生鹰为一阶,最高三阶 每召唤一个杀生鹰则生一阶,杀生鹰最高四阶 按命前最多叠至三阶,元素爆发 施放时召唤一个天狐亭雷,将在亭雷所在位置 并摧毁场上杀生鹰,每摧毁一个杀生鹰则在原地 造成了一只天狐独眉叫,天赋,神离之御鹰 施放元素爆发时每摧毁一个杀生鹰,就会重置一次 战绩使用次数,天赋,喜车之助词 八重神子的眉点元素精通,能使杀生鹰造成的伤害提升0.15% 三星武器选择魔导序论,提供了精通的同时 对处于水、雷附着的敌人造成的伤害提高 四星武器优先选择流浪乐章 流浪乐章所提供的效果对于八重来说都可以用到 其次也可以使用侠礼日月 侠礼日月的效果完美是配了八重 五星武器选择,肯定是优先选择八重的专武神月 完美是配八重,千叶浮梦提供了高额的精通 同时可辅助其他队友进行作战 前期圣仪物选择,又是我们万能的战狂四箭套 五星圣仪物主选四金四箭套 四金提供了高额的精通加成 其次可以选择如雷,四箭套提高了雷系反应的伤害 但是减少冷却时间对于八重,用处不大 黄金剧团适用于后台输出的八重 提供了高达70%的战绩伤害加成 主磁条杀漏选择攻击力加成 杯子优先选择雷元素伤害加成 而头根据情况,选择即可 副磁条双爆大鱼大攻击等于精通大鱼充能 天赋加点优先升级元素战绩 其次元素爆发,而苦攻可点可不点 暗命提高了杀声音的接触 并且提高杀声音攻击的范围 右命使杀声音无视目标60%防御 大大提升了杀声音的伤害,角色材料预览图 八重绳子和毛虎翼,名神大车算命的 作为某随身携带管制刀具神明的卷属 八重绳子也是非常的有特别 要颜值有颜值,要伤害有伤害,要机智有尾巴 有一场反应的出现,绳子也再次成为阳光斑温暖和在 有局师是这样赞美他呀? 日...太阳啦 Hello大家好,我是孟黛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八重绳子等培养攻略 主要包括角色技能介绍,天护家底 剩有武器选择,队伍搭配 其中主要为激化琴娜里八重队计算了八重绳子后台的 不同武器伤害期望 同时也对比了剧团套和四金套的伤害 首先,绳子的定位是后台C 主要抗小技能的杀生鹰打伤害 绳子的普攻共有三段 重击也是非常的华丽,所以普攻一般不顶 小技能的杀生鹰可以释放三次 场上杀生鹰最多存在三株 每株杀生鹰可以攻击五次,共计15次伤害 当杀生鹰在场上两两相连时,伤害能够最大化 且如果后来的杀生鹰和原先的太近会摧毁原先耐珠 导致伤害丢失,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释放杀生鹰时 尽量让它们围成三角形 听说过三角形的稳定性吗? 嗯,跟那个关系不大 操作上一般会在释放第三个小技能时 方向稍微偏移一下就可以了 重点来了,绳子每次释放小技能都会露出尾巴 大冬天的抱着睡觉衣 同时固有天赋能够让绳子的每一点精通转化为杀生鹰的增伤 所以即使不再激化队伍中,精通副植条对绳子也是有些用处的 严肃爆发,绳子会露出全部尾巴并生成一道亭雷 场上每存在一株杀生鹰就会摧毁杀生鹰并额外多一道亭雷 也就是说,场上有三株杀生鹰时大招会有1加3等于4道亭雷 并且每次的亭雷都是独立的元素附着 配合固有天赋,绳子可以在大招摧毁杀生鹰之后立刻刷清小技能CD 让绳子开完大招后可以立刻补上三株杀生鹰 虽然大招四段伤害很高,但是需要90的元素能量 实战中还是比较难斩的 诶,突击检查 已知八重绳子实际大招倍率高达2000多 问,绳子开大能露出多少条尾巴? 据说看过公司大人露出尾巴的家伙 可是全都连会都不胜哦 所以,再跟我念 八重大人是没有尾巴的 最后,固有天赋6 绳子在合成技能输时 有概率额外获得该地区的其他天赋出 技能加点方面 一般,主,一,副,Q 如果你的公司大人想战场 那么可以点普攻 这一物选择上4剧团 4四金,4如雷 或者2加2的散剑 4如雷更多的是用合成台合成 不推荐直接打本 剧团和四金的选择 可以根据队伍中其他角色的需求决定 比如,有小草神 并且目前没有草套 推荐刷四金本 有需要猎人套的暴击率 就可以刷剧团 五戏方面 五星的神乐真意义 千叶浮梦 四封原点 天空之卷 城市之所等 不过四封和所都需要战场 四星武器中 霞里日月偏向于战场 流浪乐章偏向于竖切 幻国图虎和流浪晚星偏向于打反应 绳子配队上有几种不同的划分 一个是名神二人组的雷商队 绳子加雷神加万叶班尼特行秋中的两人 一个是鸡化队 提那里加绳子加草绳加钟离或者猫猫 或者是提那里换成艾尔海森 一个是超鸡蛋 艾尔海森加行秋或者叶蓝 加绳子加草绳 如果环境比较恶劣 草绳可以换成草套的钟离 绳子作为大名鼎鼎的狐狸小姐 看这里 这腿 这尾巴 这凶器 看能不能看 你见我这么大的 再跟我念 八重大人是没有尾巴的 接下来我对计划队八重绳子的武器 进行了大致的伤害期望计算 以提那里加八重的队伍为例 我按照三轮翼一个大招 也就是45次杀身鹰伤害 加4次停雷伤害 为了方便计算 这里按照15次杀身鹰的超计划代物计算 首先是神鹿争议 四四斤的情况下 五十八万八千六百四十二 以此为百分百 四巨团百分之一百点五七 天燕福梦四四斤 五十三万零九百六十六 百分之九十点二 贯存巨团会提高百分之三左右 变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二四 天空之券四四斤 百分之八十三点四 四巨团会提高百分之四左右 到达百分之八十七点零八 四封原点没有考虑战场情况 四四斤百分之八十二点一八 四巨团百分之八十五点零九 流浪碗星一斤四四斤百分之七十五点六七 精炼五斤后变成百分之七十八点八七 流浪碗星一斤四巨团百分之七十七点七五 精炼五后变成百分之七十九点九七 独狗乐章的情况比较多我就直接给结论了 在考虑Buff十秒的覆盖率后 一斤独狗乐章不管刷出什么样的Buff 伤害期望都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巨团套和四斤套互有胜负 差距都在百分之五以内 如果独狗精炼到五斤 不管什么Buff 伤害期望都能够达到专五的百分之八十五 此时巨团套和四斤套的差距也都是百分之五以内 巨团套会稍微占优一点 按照三轮引以一个大招的情况 巨团套会略优于四斤套 但拉不开差距 多一到两个副词条就可能拉平 所以实际选择看自己的剩余物优劣 总结 八中绳子作为颜值和伤害共存的角色 特别是遇到一些飞在天上或者有窗口漆的怪物 绳子的对我还是很有优势的 好了视频正经内容结束 我要发跌了 我要偷摸研究一下怎么把岩圆珠腐膜用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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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